我們要裝上封口牛 然後將機器打開 然後讓它正常的運作一次 那我們讓機器正常運作二至三次以後 當這個切口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圖現在並不是在正確的位置上面 我們現在看到切完以後 圖在切口的下方 那我們電眼就需要往下調 我們剛才電眼並沒有鎖緊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輕輕的把它往下敲就可以了 敲到它有移動以後 先不要鎖緊 我們現在讓它正常運作一次 那我們跑過幾次以後可以看到現在的缺口長這樣 那只要它的缺口是在 剛好可以切到所有圖 缺口在圖的中間的時候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去 右邊把電眼鎖緊 好